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我來看看一個一房的單位 它是Concord Garden 是第一期2016年建造的建築 我們先參觀一下 這個總共是525呎 是向北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樹 還有那邊還有一些山景 還有一個露台 我們出來看看 露台好像L字形 一直到這裏都是 有檔板分隔了我的單位和旁邊的單位 這個客廳位 這邊有空間放到櫃家電視 這個是三人座的沙發 還有一個位置可以放餐桌 其實它原本的餐桌位置是設置在這裏 這裏有個燈 其實你如果放一張餐桌 或者自己再配一個椅子 都可以在這裏用 那你的廳的空間就會多些 我們看看廚房 這個是雪櫃 雪櫃在外面都包著櫃櫃面 讓整個廚房看起來更清潔 上面有很多儲物空間 由上到下都是 然後這裡有抽油煙機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這麼小的時候會不會沒什麼抽油煙機 其實它是藏在上面的 大家可以看看 它的風扇其實在這裏 不只是一塊 好像微波爐底下耳合 就是這樣 它的抽油煙可以教的 現在是1 然後3 其實我都聽不到自己說話 那個耳機我說話 聲音很多 抽油煙也會比較強 當然你說跟我們香港櫻花牌那些 可能就有些差距 這個是GAS爐頭 1 2 3 4 牌子在Bloomberg 然後下面就是焗爐 然後微波爐在這裏 微波爐下面還有一個櫃桶 然後看下面的櫃 每次康哥的樓裡面都有這個 下面這樣拉出來 這樣就可以放東西 這裡也是 開了門 它就不是一個這樣放東西的板 這個是星盤 星盤底下一樣有拉出來的 這些 開洗碗碟機 台面下面有燈 看看上面的櫃 都是做到頂 除了這個Drop down 看完廚房之後 我們又看看洗手間 它單位的Layer很簡單 門口進來 之後就有個小小的位置來換鞋 這邊就是洗手間 洗手間上面也是鏡櫃 下面一樣 還有一些櫃桶 馬桶 浴缸 這個玻璃門可以推拉 它這個花灑頭 最盡的角度就是這樣 水不會灑出來 這邊也放了一個地毯 這邊就是房間 這邊就是房間 現在就放了一張 queen size的床 那邊還留了一個洞 有窗 可以開的 這裡就是walk-in closet walk-in closet 這裡是concord原裝 有這些架 放東西 下面是掛衣 這裡有兩個櫃桶 都不會撞到盡 OK 好 這裡有一個儲物空間 它用的bloomberg的洗衣機 洗衣機乾衣機在這裡 好像上面的隔層網 以至是乾衣機 這裡的隔層網 其實每一個洞都要清 看看旁邊就是儲物空間 上面放衣服 下面放些東西 我們現在除了看看這個部份之外 我們待會也會帶大家參觀一下 到底concord garden這幾棟樓 他們的資金怎麼連接 有什麼設施啊 現在呢 我就帶大家來到concord garden 它有一個diamond club diamond club 就是concord garden這幾棟樓 都可以share的一個會所 健身中心那些 它有健身、籃球場、泳池 很多都close了 水淨河飛 COVEC-19 令到這些儲物空間都好像沒有用 沒有之地一樣 不過怎樣也好 帶大家看看 concord garden裡面的泳池 就是這樣的 那邊還有一個 我記得是按摩浴池嗎 還是小朋友池 我們先看看 這個BB池 按摩浴池 按摩浴池是這裡 那個是按摩浴池 會噴水 除了泳池還有什麼呢 我們先看看 泳池出來了 在concord garden這幾棟樓 它中間有個自己的公園空間 但其實管理費 of court 1 就不是飆回去住戶 當初在concord garden的時候 政府當然希望多些綠花地 所以在這幾棟樓中間 整個公園的位置 維護費 由政府去負責的 但是使用率 主要都是給住在這邊的人 是會比較多些的 錢又不用我們出 不過用我們可以用 而且還是像私人資料一樣 這邊其實就是派對房的外面 這個裏面就是可以預訂派對房 不用錢 預訂的時候 要給一個貸款 我們剛才看的單位 其實是這一棟 門牌是3131 Katcheson 這棟和剛才我們Diamond Club這一棟 都是2016年最早的一期落成的 再一路去到後面 後面這兩棟 那些是新一些的 差不多接近今年才落成的 所以2016、17、18、19、20年 都有不同的建築落成 四棟但是有八個門牌號碼 因為你看到它是這樣的 其實是同一塊東西來的 來到這邊 門牌號碼就已經不同了 它是3233 大家同一棟 但是有兩個號碼 走到這邊 這裡就是中央公園的範圍 它有名字 Katcheson Neighborhood Park 這裡前面全部都是泊車的 當然有些位置是loading zone 或者是no parking 就不能泊 其實是朋友來 都可以泊在這裡 這裡整個地區 都是Concord Garden 看看我們的地區 Concord Garden的幾棟 剛才我們的泊車 就是這裡 其實都很大的 我們剛才只是走到前面這個位置 我的車就泊在這裡 剛才那個 unit 510 就在這裡 所以看著前面的樹 就是這些樹 我們還看到幾間屋 走出來 對面 這一塊東西 就是foodie 是什麼 其實就是風態超市 超市 是唐人超市 根據我爸爸到處去購物 買菜 價格的經驗 他覺得foodie比大統華 選擇是比較多的 這裡是Captain Way 這裡是No.3 現在其實是籌劃 建一個Skytrain站 在Captain 夾No.3 會在Wrighthouse Skytrain站 跟下面Alberdine的中間 至於說什麼時候落成 我想都要一點時間 因為加拿大這邊 沒有香港那麼容易 說回它旁邊有些什麼 這裡是一個continental shopping center 其實就是置地廣場 旁邊Yohan就800半 我們等一下都會過去看看 因為那裡有很多食物 都是唐人超市 唐人食多的 800半裡面還有一個大統華的超市 如果走的話 我想都是走這條路 這裡旁邊有行人路 走到這裡 出來這裡 轉右 這裡已經看到有些人在過馬路 到了已經 那個就是foodie風態超市 我們進去這裡 就已經是foodie了 給大家一個Trick 通常我來到foodie 除非半夜來買菜 沒什麼車 日後來到是很逼劫的 我會直接產上樓上的parking 那就不用到處找位 就是這裡了 這個我白白 為什麼走這個路 樓上很多位 上來就選一些近一點 那部升降機的位 如果你買完菜 都可以推上車 搭上來都可以 這裡有升降機 直接通到下面的超市裡面 我順便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Costco 就在那裡 黃色那一匹 寫了紅色字 Costco 有條紅邊那裡 看到是排隊 現在真的要晚上才可以出動 其實這裡走過去都是五分鐘 剛才去了foodie 我們剛剛就回到原點 跟大家開車去智利廣場 這裡剛才是康哥加藤中間這個位出來 轉左 一條直路很快就到了 很近的 再前一點就是八百半 對面那些已經不再屬於Concord Garden 其他不同的發展商都在這個位置 建了很多建築 就像這棟 大家看到 還沒建完 所以還沒進去 左邊這裡已經準備好了 應該有人住在裡面 如果大家不是開車的 可以過馬路或者前面 就一直走這條路 前面就到了 這裡已經到了 這裡首先是城市廣場 這裡是Union Square 置地在後面 我是會過來這裡吃東西的 譬如說 這裡有一間叫加加加拉麵 日本拉麵店 但逢星期一是不開門的 有時候星期一過來都沒有門叮 這邊還有很多廣東燒臘 還有蘑菇 麻辣鍋 那些 這裡其實也有個超市 小小的 這間 這裡兩邊都有些不同的食物 譬如是珍珠奶茶 油鹿玄米線 然後來到八百半 八百半裡面有個美食廣場 這邊就是正面 一進去對住的就是Osaka的超市 剛才一的兒子 有些人 在這裡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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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些人 有些人 那些人 有些人 也有些人 有些人